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周二宣布 已于Safia Global Energy Fund达成一项2500万澳元的投资承诺协议 此次筹资将用于战略收购 并作为运营资金进一步开发公司目前的投资项目 包括钻碳活动和矿产资源估算 白股今日成交额为140万澳元 收于0.02澳元 数据分析公司NXL暴涨44% 因辩护成功 公司前首席执行官Edward Shee于2020年10月向联邦法院提取诉讼 声称他有权获得约2300万股股票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今天就此做出判决 驳回了Shee先生的诉讼请求 他将无权从公司获得任何金钱补偿 白股今日成交额为780万澳元 收于1.3澳元 来看密分财富筛选榜 涨幅榜前三名分别是 理矿矿商EBR上涨53% 换手率为9% 数据分析公司NXL上涨44% 换手率为3% 金矿商PSC上涨35% 换手率为2.5% 来看澳股大盘 ASX200指数近日收跌0.5%至7504点 麦格林银行公布截止22年12月31日即报 公司业绩总体向好收涨0.7% ASX200股票近日表现 涨幅榜前三名分别是 多元能源商NHC上涨3.4% 资管商MFG上涨3% 油气公司BPT上涨2.6% 跌幅榜前三名分别是 汽车配件公司ARB下跌11.5% 物业基金管理公司CNI下跌5.8% 养老社区LIC下跌5.7% RBA提高利率至3.35% 澳大利亚连续第五年贸易顺差 RBA周二宣布连续第九次加息 现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至3.35% 符合预期 澳大利亚统计局周二表示 12月份的贸易顺差为122.24亿澳元 低于预期 密分财富智慧理财 全球精选私人定制加以长青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